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沈总确实很信任我 但最初的时候 沈总的秘书也不止我一个 我还有两位同事 那倒也没有 我当时主要负责沈总的公务 另外两位同事 负责打理沈总生活上的琐事 那两位说是秘书 但更像是生活助理 后来他们陆续离职 沈总也没再招新人 那两位秘书是因为什么原因离职的 都是主动离职吗 这个 他们中一个是合同到期 沈总没再续约 一个是因为手脚不干净 被动离职的 还算顺利 就是我们也没想到 陆总真的会来 我们确实邀请了陆总 但律师 你应该知道吧 我们公司 之前有合音的并购案 没谈成 这次的时装周 我们又抢了合音服饰的风头 拿了金奖 所以 沈总这次的邀请 多少是有示威的意思的 所以 我们都以为陆总不会来的 没有 只是 沈总在答谢至词的结尾 单独感谢了陆总赏光 还有就是 有人来敬酒的时候 提到了陆总 沈总还特意 拆了巧克力 吃了一块 没有没有 绝对没有 沈总不可能这么做 虽然沈总利用收购案 抬高了公司的估值 但他绝不会拿自己的终身大事 开玩笑 他吃巧克力 也只是想向合作伙伴证明 自己与合音的关系 并没有恶化 巧克力确实是 商务酒会中 常见的伴手礼 也不一定就有 暧昧的成分 再次回予了 是的 不要紧 就是皮肤过敏 涂点药就好了 我 我是巧克力过敏 昨晚 一个断着巧克力塔的服务生撞到了我 不然也不会这样 是不常见 我吃巧克力 或者皮肤蹭上巧克力 就会起红疹 小时候第一次遇上 因为吃得多 还造成了呼吸困难 挺危险的 所以我平时都会避免接触巧克力 他知道 但我对巧克力的气味不过敏 隔着包装盒 还是挺安全的 其实大多数时候 沈总是个挺体贴的人 大多数时候 也就是说 沈总也会对你发脾气 我们在一起工作五年了 难免会有一些摩擦 哪个上班族没见过老板发火呢 仅仅是因为工作上的事吗 他连你对巧克力过敏都知道 你们在生活中的接触 也挺多的吧 没 没有 我和沈总只是工作关系 我们之间真的没什么矛盾 我知道 因为保管巧克力 你们会怀疑我 但真的不是我 如果是工作关系的话 那你的另一项安排就说不通了 也还好 沈总生活上的事 这几年也不太让病人帮忙了 我主要还是处理公务 而且沈总的薪水开得很高 假期也基本是不加班的 平时就算稍微忙一些 我也能接受 通常来说 差旅途中 秘书与老板会住得比较近 方便有工作上的事沟通 为什么昨天沈总住在十八楼 你却住在十七楼的1713房间 石庄州酒店的客房订满了 所以我就给自己订了十七楼的标件 是吗 可十七楼的套房1718 和他隔壁的1717房间 昨晚都是空着的 你为沈西订房间的时候 为什么不选十七楼 难道十八楼这间屋子 很特殊吗 十七楼和十八楼的房间价格是一样的 沈西的身家也放在那里 你可别用十八楼有折扣当借口 我订的时候真的没空房 可能是后来有人退房了吧 也对 你说得有道理 大概是七点一刻左右吧 确定 因为七点二十 还有邀请石庄州主办方 致辞的流程 所以我一直看着时间 沈总 马上就是主办方致辞了 您 知道了 你去看看张主席在哪儿 提醒他一下 陆景和做生意的手腕一般般 挑巧克力的眼光倒是不错 沈总喜欢就好 巧克力你留着慢慢吃 今天我就先吃赔了 多谢陆总 您要走 想必是有要事 我就不夺留了 明月 替我送陆总 张主席那边 我自己去请 陆总 我们沈总今晚吃多 您别介意 我送您 酒会是在八点三十准时结束的 但巧克力并不是一直在我手中 我送陆总回来后 沈总说刚才吃的时候 发现巧克力有些化了 让我送回房间放到冰箱里 这时候是几点 大概是不到七点半 不过我放巧克力回来的时候 出了个小意外 对不起 对不起 小姐你没事吧 你端的是什么 不会是 是巧克力酱 糟了 小姐你不要紧吧 需要我送你回房间吗 我自己回去吧 酒店如果有治疗皮肤过敏药膏 麻烦给我送到一七一三房间 那你收拾好之后返回宴会厅 是几点 我是快八点的时候回来的 服务员送来药膏后 还把我的衣服拿去干洗了 你们不信的话可以查记录 我陪沈总一起送走客人 把沈总的房卡还给他 之后就回自己的房间休息了 我们是在十七楼电梯分手的 那时候大概是九点左右 是我最后一次见到沈总 沈西的房卡一直由你保管 是的 沈总出席晚宴并不会随身拿着包 她的房卡和手机都在我包里 但我换好衣服后 我一直在会场没再离开过沈总 我想想 我仔细回忆过了 没有别人了 只有沈总和我 当然 陆总是否拆过包装又重新包好 我就不知道了 是 是我 海外的面料商突然有急事找沈总 大概是在早上七点四十的时候吧 我接了电话上楼找她 发现她的手机和房间电话都打不透 敲门也没人影 所以你就找酒店服务员开了门 发现了已经遇害的沈西 就是这样 我能回去了吗 说了这么大的事沈总家里还不知道 我有很多事情要处理 我能回去了吗 不可以 江女士 您目前也是本案的重要嫌疑人 需要和我们回警局 不是我 真的不是我 抱歉 如果不妨碍公务的话 能否在我们完成对现场的调查之后 再送江女士离开 莫医生 您刚刚没问完吗 是还有些问题想问 但我看江女士已经很累了 想让她休息一会儿再继续 穿着这个时间 可以 跟我来吧 江女士 请留在这个房间中 不要随意走动 刚刚她说谎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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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